今天就是那個香豚後來掛掉 裡面的水換過 然後今天的師傅就是去把它造井攪拌 後來這家斷袋小丑 狀況不是非常好 剛開始我先換水之後 我看那個白白的那個 很白的很漂亮 活動力會比較好 然後呼吸比較急速的部分也慢慢下降 就是比較不會太多 現在換水我們在直播用的時候在造井 同學有發現到說 他這隻 他告訴我這個人要死 我發現他說斷袋的 我怎麼看這變體色 不會說很白的 他說這個狀況是很不好的 但是我現在是說馬上急救 水又換了第二次 現在海水用完了 蛋白劑也清完之後 他現在就是跑來這裡 亂跑 亂跑 現在呼吸又開始急速了 他也變無傷的比他吃 簡單講如果撐得過今天 明天下午中午起床 看到他如果還活著 應該就有機會 但是他如果沒有辦法撐過 明天下午可能就會GG 我的感覺 所以那個同學在告訴我 就是他的斷袋小丑 他就是白白的 白白的 很白的才有進行 但是就是什麼 以前有人說 不能去撐 因為我們造井去撐到 撐到之後 那個小丑魚 他就是 有些什麼不知道 N多多少 他的造井 這個就不好就對了 反正就是 他真的要還要造井 一般來講 火體要先勾起來 去溶融才好 因為如果攪拌到的話 好 小丑魚加油 這隻不知三小 我們在那邊撐的 又叫嚇到 走來就有小 唉唷 你們那 怎麼在那兒 你走來吃 然後我現在就是用這樣 看不到那些魚 還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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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景後追蹤 現在這本來就是 大概希望讓他能慢慢穩定 試看看 就這樣 加油 這影片凌晨4點半拍的 中午會開播 希望開播第二期的時候 他還活著 拜託 小丑魚加油 這平常是 一直要讓他拐出來 不要讓他味道 這魚一直味 會很賣小 出來 這樣 我創這個海膽 買這個海膽是沒什麼幫助 它的狀態我們在把它記錄起來 它變起來比較不會白 你看 差很多 它的端帶 它可以呼吸的一種樣子 目前看是沒有脫毛 看這魚有嗎 人家說這魚這魚 不能這樣夾夾 它要開開 那個尾巴 尾巴要開開了 好 好了 加油了 先這樣打氣一下 先這樣打氣一下